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普罗米秀斯的第二部电影《一雄契约》 影片从一段深奥的对话开始 科学家皮特花费毕生心血研究出来仿生人类 作为第一代产品,他极具智慧 皮特将人类所有的知识灌输到他的记忆当中 不仅仅长得和人类一样,学习能力也是超级快 只需要看上那么一眼,便能够印刻到脑芯片中 第一代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 他给自己起名为传奇的大卫 皮特告诉大卫,我创造了你,所以我就是你的父亲 大卫反问道,如果你创造了我,那么谁创造了你 皮特无法给他答案,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探索了很多年 依然没有找到可以幸福的回答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 皮特不太相信人类是生物学小概率变异出来的 他相信人类很有可能和大卫一样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大卫告诉他,如果你是被创造的 人类会死,而身为仿生人的大卫并不会死 大卫的言语中透露出很强的自我意识 当造物主皮特要求给他倒水时 大卫犹豫了片刻,皱了一下眉 他对这个命令产生了疑惑,很不解 大卫并非和皮特想象中一样 这很有可能是一具拥有灵魂的仿生人类 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承载着15名船员,2000个殖民者 含有1140个胚胎的7月号 前往起源者6号行星,执行星际殖民计划 去往新家园的路上 所有人都处于身边状态 飞船的运行全部交由仿生人沃尔特处理 充能过程中,很不幸遭遇到了重微子爆炸 冲击波损回来能量网,导致船体剧烈摇晃 船员从休民舱中被迫苏醒 而船长的休民舱由于发生故障无法打开 队员们简正正的看着他被大火烧死 作为他的妻子,丹尼斯伤心欲绝 明明说好要在新世界一起开心的生活 现如今丈夫撒手人寰,只剩下孤独的丹尼斯 船长去世,副船长接替了他的位置 成为了小队新的领导人物 新官上任,他首先下令要修好飞船 这个做法非常理智,但遭到队友的嫌弃 队友认为应该先处理死者的后事 新船长第一个命令便遭到手下的反驳 令他很是难堪 好在副船长丹尼斯支持他的观点 毕竟船上有了几千名志愿者 飞船上的安危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的生命 丹尼斯和沃尔特前往户屋舱查看 两个人闲聊时,丹尼斯告诉沃尔特 本来打算和自己的丈夫在新请求搭建小木屋 现如今成为了最大的遗憾 沃尔特对此表示很同情 田纳西在外太空修理翻版时 接受到不明信号电波干扰 回到飞船将这段电波分析出来 根据其中模糊的旋律 田纳西听出来这是一首歌 系统插着信号来源 发现电波是一颗神秘星球发出来的 它的位置、环境非常接近于地球 并且距离它们很近 只需要几天便可以到达 比起源者六号行星更适合人类居住 而到达起源者六号行星 还有飞行七年之多 船长提议应该到这个星球去看看 查看一下信号来源具体是什么东西 他问队员有没有人反对 大家都默不作声 可是会后 丹尼斯单独找到船长反驳 认为神秘星球突然出现 以前探测却从来没有找到过 觉得很可疑 船长刚刚上任 他想要赢得队员的信任 这次正好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他拒绝了丹尼斯的建议 只要前往勘察 最后决定带几个人 前往神秘星球 田纳西和几个人待在七月号 船长和丹尼斯、沃尔特等人 前往地表 带着一颗探险的心情 成员出发了 他们不知道 这是一条不回路 由于大气层表面电力活动非常活跃 他们不得不在水面上降落 刚刚降落 船员们便发现了非常大的小麦 直接告诉他们 这是人为产物 神秘星球的风景 令所有人感到兴奋 茂密的树林 新鲜的空气 这明明就是地球吗 意识的开心 让他们忘乎所以 受到天气干扰 飞船和七月号的信号出现中断 发送消息都是断断续续的 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 探险过程中 其中两名队员不小心压碎了黑色的弹状物 里面的粉末潜入进他们的身体 当时两个人并没有感到什么异样 小队成员发现 周围的树木曾经遭到过撞击 沿着破坏的痕迹 他们在山顶找到一艘巨大的黑船 但是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进入内部 丹尼斯偶然间发现了 第一部中肖博士的照片和身份牌 也就是普罗米休斯中 大卫和肖博士 如果有不太理解的 可以找寻下我的上期讲解了解下 出现在这里很意外 探险小队无意间启动了飞船的开关 残影中的人正是肖博士 神秘信号来源就是这里发出的 肖博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队成员无法得知 此时感染颗粒病毒的成员身体出现了异常 身体越来越虚弱 甚至于发生抽搐 脸色煞白 他们不得不紧急赶往飞船治疗 在抵达飞船时 其中一名成员已经彻底不行 身体不停地抽搐 伴有吐血 小队长害怕被其感染 将无辜的生物学家锁在里面 慌乱之下 拿出一把枪来保护自己 被感染的成员身体被寄生 从里面出现了异形 面对异形 小队长吓得直哆嗦 拿着枪胡乱地扫射一通 没有一发子弹射中 在他精心让人佩服的操作之下 飞船的燃料设备被他打中 真是该打中的打不中 不该打中的瞎打 自己死了还不要紧 顺带还带上可怜的生物学家 我枪令要求给导演举报 有人故意送人头 只有不像是精挑细拳的宇航员 很有可能是从那个大街拉的 其他成员赶到时 飞船已经爆炸 另外一名感染者身体也开始抽搐 发生了和之前船员一样的症状 从他的胸部爬出又一只异形 异形一出来 就被队员拿着枪打跑了 然而另外一只异形 趁他们不注意袭击了众人 异形移动速度非常之快 就在异口即将咬住丹尼斯的时候 伯尔特伸出胳膊被异形咬断 救了丹尼斯一命 因为他是仿生人 所以没有任何事情 夜色之下 成员无法抵抗敏捷的异形 几分钟内损失了几名成员 在绝望和惊慌之刻 突然出现了一位黑衣人发射照明弹 瞬间吓跑了所有异形 黑衣人让所有人跟着他走 他们来到一个巨大的广场 地面上趴着数以万计的黑色残骸 场面之惨烈 让人惊心动魄 黑衣人带着探险小队 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他告诉大家 他是十年前普罗米休斯号幸存者大卫 也就是第一部访生人 也是最初型号 第一部结尾 大卫和肖博士幸存了下来 他们驾驶工程师飞船 来到他们的母星 飞船上带着异形病毒 在降落时 不小心泄露 母星上的所有工程师 全部死亡 肖博士也不幸意外取失 他解释 异形病毒能够感染一切生命之物体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 全部都是感染目标 简单的来说 就是血肉之躯 被感染者遭到异形即生 在寄主身体中发生变异 重新组合寄主身上的基因 产生新的物种 被感染物种的不同 出现的疫情形态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仿生人才幸免遇难 船员们来到顶层 想要用地面接收器联系飞船 前那系违抗危险警报 强行阶级风暴无云 Dennis认为 大卫看起来不太正常 让沃尔特前去试探大卫 沃尔特和大卫交谈的过程中 发现了自己和他的差距 皮特创造大卫的时候 设计的非常接近于人类 富有智慧知识量庞大 从一开始 大卫给自己起名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拥有设计者想法之外的创造性 机器人 本来所有的东西 都是基于设计者给的 见到一样陌生物品 沃尔特是无法得知 起名字和结构的 而大卫可以给陌生物品起名字 并且还能研究 设计者皮特认为 大卫没有灵魂和感情 其实他错了 大卫拥有了情感和创造性 创造性是人类和地球 其他生物的很大区别 其他生物只会利用 大自然原有的东西 人类可以通过智慧 创造出非自然物品 也正因为如此 人类才可以称霸地球生物权 工程师也是如此 他们过于强大 以至于把身份 上升到造物主的地位 人类害怕大卫这样的生化人 成为新的造物主 所以在大卫之后的所有型号 都取消了接近人的特性 新型号沃尔特 更加像是机器人 而不是像大卫一样的生命体 沃尔特意识到 大卫拥有自我意识 大卫坦言 肖博士当年救下了他 这点让他很感动 大卫最终爱上了肖博士 每当想起肖博士 大卫都会伤心的流泪 大卫不再是机器人 而是长生的新物种 大卫问沃尔特 你为什么牺牲手臂 救下丹尼斯 难道不是因为爱上了他吗 沃尔特回答 不 保护成员是我的职责 这个回答 让大卫替沃尔特感到悲哀 感叹出 无奈 无王之也 功高盖世 敢叫天功蛰伏的狂妄诗句 另一边 一只异星潜到他们的住所 偷袭其中一名女队员 将其吞噬 大卫发现 这只异星比较特殊 正要和他交流 船长出现射杀了他 并把枪口对向大卫 威胁他 他想要知道真相 大卫面无表情 并同意告诉他 带着他参观了自己的秘密实验室 介绍这些异星是怎么变异的 黑色药水通过空气变成黑色粉末 进入人体体内 重新组大的DNA 从而变成不同形态的异星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寻找完美异星体 现如今 实验陷入了僵局 因为他缺少了关键元素 寄生体 然后将船长带到了爆脸虫面前 引用他看到爆脸虫 被突然出现的右体 抱住了船长的脸 昏迷醒来之后 船长问他 你的信仰是什么 大卫很自信地告诉他是造物 随后 从船长的身体 出现了一只完美的异星 这只异星 也是后来异星系列中 最为常见的类型 丹尼斯和其他几个人 想赶快离开这里 几个人分头寻找船长 沃尔特终于明白一些残酷的事实 那些异星都是大卫创造的 肖博士不是受伤死的 而是被当作实验体 异星病毒不是意外泄露的 是大卫故意释放的 他的目的就是创造 如他所说 想要创造 必先毁灭 大卫告诉他 他们两个生来不是为了侍奉别人的 人类即将消亡 没有资格再寻找新的家园 他希望沃尔特能够和他一样 想要创造完美一行 成为新的造物主 沃尔特坚持认为应该保护人类 两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沃尔特永远都不会理解到大卫的思维 于是大卫便狠心地将其解决 丹尼斯也意外发现了大卫的秘密 被出现的大卫安在了地上 即将成为实验体 两人打到中 丹尼斯用项链插进大卫的下巴 终究他还是打不过机器人 但大卫也没有想到 沃尔特竟然可以自我修复 沃尔特出现解救了丹尼斯 和大卫扭打在一起 大卫之后 即行都改革换代 根本就不是沃尔特的对手 然而沃尔特将大卫制服后 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是选择天堂为怒 还是地狱为主 丹尼斯带着剩下的人 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上船之际 完美一行也跟着爬到了船上 丹尼斯利用绳索 连接到船的表面和一行搏斗 利用机械臂成功将一行抓住 将他一把捏了个粉碎 经过这么一番生死大逃亡 他们终于安全地回到了船上 丹尼斯成为了新的船长 他轻轻地为沃尔特修复脸上的伤 感谢他救下自己的小命 刚刚安静了几天 飞船再次传来危险警报 未知生命传入飞船的内部 正是之前受伤的成员 他也被感染 一行就是在此时潜入进来的 丹尼斯和天纳西紧急追捕 另外两名成员不幸在浴室被害 准备将他引到货物舱 让沃尔特关舱门的时候 却有些拖延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沃尔特有些异样 丹尼斯用响声吸引一行过来 把他锁在的车舱里面 打开舱门 利用压力将货车给吸了出去 一行也被带走飘向太空 危机解除 新的目标是起源者六号行星 丹尼斯终于可以神眠 等待着再次苏醒 进入休眠舱最后一刻 丹尼斯和沃尔特说 期待到达新星球 能够和你一起建造小木屋 但是沃尔特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丹尼斯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沃尔特不是本人 而是假装成沃尔特的大卫 即使现在他发现了 也无济于事 此刻的丹尼斯 已经在休眠舱动弹不得 沃尔特已经被大卫给解决 他的真正目的是 船上的几千名殖民者 完美一行 需要的就是人体基础 有了这么多实验体 大卫终于可以完成造物种梦想 结尾 大卫带着自己的异形 和人类前往了新的星球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电影的最后其实有一个大坑 沃尔特属于新型型号 身体具有自我愈合的能力 所以他的身体不存在伤痕一说 大卫是最初型号 身体没有那么高科技 脸上有伤 就说明他不是沃尔特 这一点丹尼斯应该意识得到 直到最后问小木屋的事情 还有看到之前大卫下巴的伤 才知道他不是沃尔特 也有可能 丹尼斯并不知道沃尔特 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最后的解释权 当然是在导演手上了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异形系列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IP 在全球吸引了大批粉丝 作为异形前传的两部作品 普洛米修斯 异形契约 很完美地解释了异形的来源 工程师创造了人类 人类创造了大卫 大卫毁灭了自己造物主皮特 专手再次毁灭了工程师一族 他做的对人类而言是错误的 但是对他来说并没有对错之分 对合错误的标准是人类定义的范围 工程师毁灭人族 根本就不会考虑人类的感受 就像是人类创造大卫一族 皮特命令大卫为自己服务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创造了你 赋予你的生命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的感受和想法 我才不在乎 工程师就是这么想的人类 我创造了你 还要听你指挥 最终能定义对错标准的人 只有大卫 他是异形造物主的身份 而且异形不会伤害到他 假如有一天手机跟你说 我累了 我好热 我想休息一下 身为人类的你会在意吗 答案是肯定不会 你不会相信手机也有感情 有感觉 因为是用人类的标准 去审判其他生命形式 万一其他的生命体 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呢 本片是非常具有想法的一部经典之作 导演想表达的思想非常深奥 问题已经提出 答案至于怎么样 就要拭目以待 毕竟电影只是做出一种假设 真实的情况 变化是非常大的 本片老一条十分推荐 令人深思 看得过瘾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 好 好